你知道吗 无人机除了在空中飞 还能在水里游 这种无人机被称为前射无人机 其中又以美国的黑翼无人机为罪 它也是我们这期视频的主角 黑翼无人机是美国海军先进前射无人机 反移动物标项目的一部分 也是美国海军公开采购 并正式装备潜艇的第一型无人机 该无人机可以根据不同任务 装备在不同的作战平台 比如潜艇 水面舰艇 无人潜航器 路上发射车等 其具备快速发射 快速响应能力 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 执行侦察 监视和情报搜集任务 机上安装了先进的V型光电和红外传感器 操作人员可以通过这些传感器 实时观察目标图像 进行情报搜集和目标识别 和潜艇可以说是绝配 自一战潜艇被投入实战以来 各国一直都在改进研发潜艇 但现在潜艇的作战模式依然相当单一 主要是发现敌人后发射鱼雷 或者是上浮向陆地目标发射导弹 虽然效果不错 但是潜艇还具备一些无法弥补的缺点 其侦察能力比较弱 在使用前望镜或者雷达时 需要接近海面航行 在使用声纳时 探测距离又偏近 很难引导远射武器 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而为了保持隐蔽性 潜艇往往会选择单独行动 缺乏水面舰艇以及空中飞机的配合 更加难以侦察目标 为了改善潜艇的缺点 各国一直在费心费力的研究 而潜射无人机 就凭借着低廉的成本 和较强的信息搜集能力 成为了潜艇的金牌搭档 其可以提升潜艇独立作战的能力 甚至说改变潜艇的作战模式 潜艇搭配无人机使用 可以大幅度地加强态势的感知能力 现代无人机均已具备 实时的传输清晰图像的能力 进行侦察并将画面传回潜艇 使得潜艇不需要依靠 传统的潜望镜以及声纳 完美解决了潜艇感知能力差的缺点 另一方面 潜艇的打击能力 也不再局限于利用鱼雷 导弹 这些可能暴露自己位置的武器 无人机的加入 使得潜艇能够在不暴露自身的情况下 远程操控无人机攻击敌方的水面舰艇 而在这一方面 美国无疑是走在了潜力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美国就立项研发了多款潜射无人机 比如海上搜索者 海上哨兵等无人机 随着无人机性能的进步 美国海军对无人机也越发青睐 不仅要给航母 驱逐舰等大型水面舰艇配备无人机 潜艇的无人机也不能少 并先后研发了黑翼 XFC等多套潜射无人系统 其中黑翼无人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黑翼潜射无人机 由潜射无人潜航器发射时 先从水下将装有该机型的容器罐 弹射入水中 后者上浮至水面后 再将无人机发射升空 黑翼潜射无人机长49.5厘米 机身装有两组弹出式机翼 前翼展68.6厘米 后翼展略小 重约1.8千克 由尾部电动马达 驱动螺旋桨 机头下部装有光电红外传感器 可实时传输视频图像 机上装有数据链 GPS和惯性导航设备 飞行距离大约10公里 制空时间约1小时 在设计时 为了满足管式发射条件 其弹出式机翼平时藏在机体内 光电和红外传感器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 以及数据链等部件 也被压缩在其中 平时无人机封装在发射桶中 需要时 它可连同发射桶一起 由潜艇上的发射器抛至海面 并在水面完成姿态调整 随后 桶中无人机会根据指令 按照设定条件自行射出 飞向空中 发挥超视距侦察 警戒 协同攻击 或者通信中计等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黑翼前摄无人机的灵活度极高 它并不是发射出去 立刻就开始工作 可以先将其送到水面上浮 然后设定时间 让它在潜艇离开后 再升空展开行动 黑翼无人机内置了 数字化战术数据链 该数据链不仅有加密功能 而且还能够高效利用频谱 在有限的功率范围内 实现无人机与各个控制站之间的互相操作 潜艇 水面舰艇和无人机潜航器 利用数字化战术数据链 能够接替指挥和控制无人机 实现了黑翼无人机的跨域操作 值得一提的是 黑翼前摄无人机 并不是只可以为单独一艘潜艇服务 前摄无人机 同样可以模仿在陆地上空的使用方式 实施风群战术 配合上面提到的同步操作和跨区操作 可以更容易地实现通讯中继功能 这种功能对基于潜艇的特种作战非常重要 比如美军打算用四艘改装的俄亥俄集合潜艇 组成水下特潜队 这些潜艇中的每一艘都可以向敌方水域送去几十名特种兵 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将前摄无人机部署到大部队的前方 提供武装掩护并监控行动过程 以及在特种兵和潜艇之间建立情报通道 而且黑翼无人机还能与航空环境公司的其他无人机系统相互操作 包括美洲狮无人机 大乌鸦无人机 以及黄蜂无人机 同时这些无人机也可以利用无线通信系统 比如远程追踪天线LRTA和360度全方向天线MSA进行互操作 而且远程跟踪天线配备双轴定位器 具备自动跟踪功能 可全方位实现自动切换 装备360度全方向天线的舰船 可以与20公里范围内的无人机进行通信 而装备远程跟踪天线的路上控制站 可以与60公里内的无人机进行远程通信 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临时编程让无人机执行任务 不仅可以收集信息并感知态势 同时无人机也能在海洋中创建一个弹出式网络 它能让水面与水下载人与无人舰艇之间互联互通 当然作为一款无人机 仅仅是可以侦察是不够的 黑翼前射无人机还具备改装成自杀式无人机 以及电子战无人机的潜力 如果要改装成自杀式无人机 只需要拆除该机的侦察设备 并装上威力较大的战斗部 可以将其看作一枚反舰巡航导弹 对水面舰艇进行攻击 而在加装电子战设备变身电子战无人机后 黑翼无人机还可以能够对水面舰艇 以及潜艇进行电子压制 上面也提到了黑翼无人机 可以在装载不同的平台 自然发射方式也各有不同 上面说的是水下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黑翼无人机 装备在水面舰艇 路上机动发射车或者地面部队时的情况 在水上发射时 可以利用多管发射器将其发射到空中 这种发射器采用模块化设计 主要由舰艇路上机动发射车供电 为了确保能够连续供电 发射器还要配备有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 多管发射器的标准配置是装载6枚弹药 满载时总重量大约为59.7公斤 根据作战需求 这种多管发射器还可以进行调整 装载黑翼无人机的数量最多可以达到20架 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 美国海军还从加利福尼亚州的航雨环境公司 购买了120架的黑翼10C前射无人机 作为该系列的最新型号 黑翼10C在机头装有小型光电和红外传感器 虽然还不清楚最新版本和之前具体有什么区别 但应该与自己的兄弟弹簧刀10C自杀式攻击无人机类似 美国海军将黑翼前射无人机称为飞行的潜望性 潜艇可以借助此类装备扩展传感器的覆盖范围 为自己或者联合部队提供目标数据 提升鱼叉和战斧导弹的打击精度 当然除了提供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外 未来具备不同作战能力的前射无人机 可形成风群作战能力 同时在作战使用上 不仅满足广于监视能力需求 还可以充当诱饵 甚至电子战干扰设备或战斗部 在海战场发挥更大的效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前射无人机还有什么作用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之前 TX est 蓝宝坊异的上想